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中期觀眾跟粉絲朋友 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喔 這個全球各式各樣喔 現在媒體追蹤出來 所謂變種病毒 還在流竄跟惡化 那這一輪的惡化過程當中 北京今天下令喔 要停止元旦跟春節的活動 全球疫情惡化的同時 台灣今天境外輸出 輸入的案例是兩個 分別來自菲律賓跟美國入境 不過這個時間點喔 未來一兩天會開始 一輪北半球的霸王級寒流來襲 這可能對已經缺電限電 而且呢 發布停電通知的中國帶來新一輪的 政治軍事的變數 同一時間中國對於台灣的文攻武嚇 引來了西方世界跟美國的反彈 那最新的新聞喔 美軍B1B直逼三亞解放軍 而且呢NQ4C的這個無人機喔 非常狂妄的直飛海南島喔 那這樣的美中局勢呢 事實上也登上了這個挺拜登 相關的美國主流媒體 包含華爾街日報最新的社評說 美國失算誤判了習近平 而且華爾街日報再度追問拜登 希望拜登嚇阻中國 而且應該協防台灣的武裝 然而這個時間點 今天台幣在創歷史新高 那這一個台股也在創歷史新高 股會大漲的同時喔 外界關心的是2021年的投資趨勢 台積電現在傳出來 一奈米可能會壓高雄 而這背後會有多大的變數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我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 王豪大哥 大家好 再次新光議員副院長洪子仁 大家好 再次陳秉萬家邱志昌 大家好 再次黃彭湘大哥 大家好 再次吳姆傑 大家好 再次黃世聰 大家好 好 世聰 這個時間點距離跨年喔 只剩下最後三天 那今天股會是大漲 事實上全球股市喔 昨天在美股創高的 這一個激勵之下 確實表現喔 是非常的亮眼 不過呢 這個時間點呢 解放軍對於台灣步步進逼 那美軍對於解放軍也是步步進逼 沒錯 事實上最近的美國呢 這個在對中國大陸進行一個 所謂的終極的這個測試 壓力測試 為什麼這樣講 根據這個中國大陸 他們的這個辦官方 也就是說這個南海的感知的這個計畫 他裡面講到一個 就是說他28號放出消息 前幾天的話有一台這個美國的這個無人機 MQ4C的這個飛機 它是無人偵察機 然後他從這個關島起飛之後呢 經過這個巴士海峽 飛到在這個當天的下午的1點2分的時候呢 飛到了中國的廣東的這個外海 然後飛到廣東外海之後呢 他就沿著這個中國道的海岸線平行的這個飛行 然後到當天的這個下午1點50分的時候 距離中國領海最近的距離只有57.25海里 那同時呢 他就說這是12月以來的話 這個這個機構呢 第九次進入到美軍的這個MQ4C的這個飛機呢 飛到東海南海附近的這個狀況 那因為呢 他這一次的這個飛是非常貼近的這個廣東的這個沿海 同時呢 他飛完這個廣東之後 他然後繞回去 然後這個是好像是在這個就近的這個 看你中國道的相關的這個狀況 好 那除了這個MQ4C的這個無人偵察機之外 前幾天呢 剛好又有另外一架這個B1B的這個轟炸機 那B1B的轟炸機呢 飛到哪裡 他這個經過這個巴士海峽之後呢 飛到南海 那飛到南海的時候呢 他一度呢包圍了整個中國的這個西沙群島 甚至靠近這個南海南島的這個三亞的這個基地 那換句話說B1B很囂張 對 當然很囂張 因為他下面還有載了這個飛彈 那其實因為當時的這個 包括說像山東艦 還有其他的護衛艦正在這個 那個地方進行這個演習 那演習的時候 跟這個B1B其實是 位置還滿接近的 那他在這樣耀武揚威之後呢 就繞過整個菲律賓 然後回到這個關島 那言下之意來說的話 B1B是攻擊 那這個MQ4C是個偵查 所以他言下之意在講說 這個南海呢 現在是我管的就對了 我還是要管這件事 那當然了 為什麼美國會 一直在南海這個地方 不論是繞啦 或者是說在這個地方 武裝的這個飛行呢 主要原因是 根據中國的這個 他們的前海 這個解放軍的海軍 司令部的這個忠孝 姚成 他說呢 他說其實呢 這是在一個微味就造 什麼叫微味就造 就是說 因為中國內部呢 已經有出現 所謂要武統台灣的這個節奏 那因為武統台灣的話 美國想要減輕台灣的 這個國防的壓力之下 他就只好去 這個 對這個 所謂南海進行這個壓力測試 需要能夠降低 台灣這邊的武力的這個壓力 他就說呢 其實目前的台 這個中國道內部 已經有一個所謂的武統 他的真正的目的是 以戰促統 也就是說 他可能用這個所謂經濟 經濟牌啦 或是說用打消耗戰啊 這樣來損失 台灣的這個經濟和國力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以戰來促統 那因為呢 事實上他知道說 美國目前相當清楚 是中國沒有能力 有登陸台灣的這個可能性 所以呢 美國把這個重點放在南海 就是要微味就造 那減輕南海的這個壓力 不過他也提到 這個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 是相當相當的重要的 包括說F-16V的這個戰鬥力很強 中共目前是非常害怕的 另外包括說MK48AT的這個魚雷 對中國道內的這個船艦 都造成一個非常大的這個壓力 甚至他也講到了 台灣的國艦國造計畫裡面的潛艇 可能對中國的海軍都造成很大的壓力 所以言相之意是 他認為美國目前是在微微就造 他也不見得不證為說 是真的會在南海發生個衝突的這個可能性 好那為什麼這個最近來說 如果你去觀察美國的主流媒體 他們都要拜登表態 要拜登表態什麼呢 因為主要一個狀況是在於說 因為包括說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就說呢 不能夠排除這個中國有可能在拜登的任內呢 用這個武力犯台的可能性 那特別為什麼他會講到這個 他講到這個日本的防衛大臣 中山泰秀 他上禮拜接受路透社的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他希望能夠跟拜登 這個談上一談 他也希望拜登能夠表態台灣問題 他說台灣呢 對日本來說是個紅線議題 他說假設呢 中國跨越這道紅線的話 那拜登會怎麼來因應 所以他希望說能夠了解拜登的這個想法 那聽甚至呢 這個華爾街日報的這個社論來說呢 因為台灣呢 如果真的被拿走的話 其實包括說像這個 他們拿到這個台灣的這個晶片啊 或者說對於整個西太平洋的安全來說 他是以地緣政治的這個地震 來形容台灣被拿走 所以他認為說 這個文章裡面的人認為是 要優先要武裝台灣 就算讓台灣呢 有沒有美國的資源 也能夠讓中國的進犯 付出慘痛的這個代價 因為他說拜登其實不太可能 會真的承諾要協防台灣 所以他但是呢 因為中國議題 因為台灣問題呢 是他跟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以台灣變成是他一個上台的 最重要的一個考驗的關係 那當然目前拜登的態度 他能閃就閃 他現在外界在問他台灣問題 或是中國問題的時候 他都不回答 他反而是比較care就是說 你川普在交接的過程 讓我們穿小鞋 包括說像白宮管理局 還有預算局 都沒有給我們足夠的資源 所以我跟你講 其實拜登真正的 台灣政策 或是中國政策是什麼 可能要等他上台之後才會清楚 好 王浩大哥 這兩天 事實上解放軍對於台灣的 文攻武嚇動作沒有停過 可是美軍對於解放軍的 極限施壓的動作 也是加大力道 那今天是很猖狂 這個NQ4C的無人機 直接飛海南島 完全沒有把這個中國國土 或者這個相關的 這個軍事的界線放在眼裡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另外一個很妙的處境 是華爾街日報 華爾街日報兩個禮拜前說 基本上北京對於黎智英的態度 是在測試拜登的底線 然後華爾街日報這兩天 說拜登應該協助台灣 武裝軍事嚇阻中國 華爾街日報還檢討了 他說後冷戰時代 美國最大的失算是誤判習近平 過去大家都知道 華爾街日報挺拜登 但是過去一個月以來 我感覺華爾街日報 是主流媒體當中 非常挺台灣的 而且不斷的對拜登施壓 對這個蠻明顯的趨勢 我覺得這個因為美國大選期間 整個兩黨辯論的焦點都在美國內政 特別是跟疫情有關的美國內政方面 所以對於整個對外政策 特別是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實際上媒體和兩黨領導人 實際上都沒有太關注 特別是當時美國主流媒體都不願意報導 關於拜登兒子的 杭特拜登的這個電郵門的事件 那現在選舉結束了 雖然說川普還有很大的爭議 但是主流媒體都傾向認為拜登可以順利就任總統 所以他們現在要開始檢視拜登的情況 那非常明顯的就是拜登和他的團隊也好 還是他們跟中國的關係非常不清不楚 那他們主流媒體也好 美國國會也好 實際上是很擔心這個拜登對於中國的軟弱 態度不明確 那這一點已經不斷地表現出來 比方說過去這幾個星期 拜登團隊對黎智英對香港問題完全沒有表態 對中共在南海在台海的咄咄逼人的態勢 也完全沒有表態 那很多問題上 他們都是非常的含糊 以含糊的態度來應付過去 但是如果他們真的入主白宮 就任總統以後 你還能繼續以這種含糊的態度來應對這個 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特別是美國跟中國的衝突 無論他們多麼不想承認 一定是今後四年 全球國際關係的最重要的問題 而且假設今天超狂 美國無人機直飛海南島 解放軍不忍了不吞了直接反擊呢 擦槍走火呢 然後呢同一時間B1B也一樣 B1B繞著三亞解放軍跟三東艦的基地 三東艦的基地看到B1B 好像這一個老鼠看到鬼一樣 都躲起來了沒聲音了 那如果解放軍突然有人有聲音 或者突然擦槍走火或者突然反擊 那西太平洋的軍事指令跟白宮的軍事決策 有可能不一樣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因為1月20號 美國總統換人的話 還不到一個月嘛 那這個中共實際上想要通過美國內政中間的不穩定 來獲利的話 實際上是很愚蠢的一種想法 所以實際上美國軍方最近這一段時間的不斷的向南海向台海的這個飛行 實際上是警告中共你不要這個輕舉妄動 不要想要通過這個時間點在美國政治不穩的時間點來想要輕舉妄動來獲利 投機取巧 所以我覺得某種意義上是美國軍方對中共的一種警告了 對 那麼這個態勢 而且軍方的警告表態比拜登還要強烈 那當然了 軍方的表態是說美國國內政治怎麼變化 但是美國軍方這個維護亞太和平 特別是南海自由航行和台海安全的態度是很明確 不會改變的 那麼這一點我覺得習近平應該也不會不知道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雖然說雙方的整個行動實際上是有一點緊張 有在升級 但是這個應該不至於中共真的是擦槍走火 而故意挑起事頓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花街日報接連幾天 那特別是過去一個月以來不斷的逼問拜登 請問拜登對於中國跟對於台灣的戰略是什麼 那同一時間美軍這一次對於中國特別是解放軍 也是步步進逼極限施壓 美軍一架這個MQ-41的這個無人機 這個也從關島起飛 你如果看它的航機圖 這的確是一個性能的一個展示 可以如此長程的一個對中國的沿海進行抵近偵查 那你看它這個整個航路從關島起飛之後 一路穿越巴士海峽 然後接近福建 那最近的距離只有57海里 那等於是中國大陸沿岸的這個領海基線 然後貼著這個相對的距離往廣東往南飛 然後一路飛到這個海南島的南側 然後繞一圈那最後返回關島 這樣的整個航程下來 我們估計至少可能要這將近要一萬公里的一個這個距離 那這展示就是說這樣的一個MQ-4C大型戰略無人機 它的一個耐航性 這個就是相較於解放軍的無人機來講 遠遠的把它拋在後頭 因為這MQ-4C它基本上是過去RQ-4的海用版 那上面搭載了這個MTS-B這種多頻譜的感測器 那同時有多功能的對海的一個360度的雷達 那也就是說它能夠提供這個即時正式動態的一個海上 所有的一個目標的監控 然後傳回給它的一個戰情中心 也就是說它飛了這一趟之後 它的一個整個沿途 特別是包含接近台海跟南海所有解放軍的海上動態 甚至它的沿岸的解放軍的一些活動 完完全全的就被美軍收在它的眼裡 所以等一舉一動全部在美軍的監控之中 所以這樣的一個動作基本上來講 除了軍力展示肌肉展示之外 當然也是在嚴密關注解放軍近期 有沒有可能利用疫情擴大 那又在台海南海加大所謂的軍事恫嚇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高空無人機能夠飛到 將近五萬六萬尺的高空 其實要打它都不是很容易 就算解放軍能夠偵測 或者發現定位它的這個位置 真正要把它攔截也非常的困難 那所以這樣的用一個無人機 我們看到這個中共的官媒講說 它已經是12月份以來第九度動用到MQ4C 也就是說未來美中在南海或台海中間交鋒 特別是這種底進偵查的一個活動 非常有可能慢慢的 無人機的比例會越來越高 用無人機慢慢取代所謂的有人機 那這樣的一個目標目的是什麼 就是如果今天中國打算跟美軍 在這個區塊打消耗戰來講 美軍目前的無人機 它的這個數量跟性能來講 還是遠遠超越解放軍 對它來說消耗戰看到最後 是消耗中國還是消耗美國 那相較於這個美軍的這種高空戰略無人機來講 剛剛談到還有這一架B1B的轟炸機 也跟著入南海 這個動作當然它的一個戰略的威懾的效應就更大 因為我們剛剛談到MQ4C 它最多只是這種做所謂的戰略監控 戰略勤收 那B1B的轟炸機 先前美軍在關島 就公開展示它的彈艙 它的機腹裡頭可以掛載至少24枚 這種AGN-158 不管是B或C型 像這次飛南海 它可能就會帶所謂的AGN-158C型 就是LRASM 這種空對海空對艦的一個反艦飛彈 遠距之外就可以對 包含像現在在南海活動的山東艦 或者是075兩棲突擊艦 進行空對海的襲擊 一次其實它派一架就夠了 24枚對於山東艦 它這次就算有4到5艘的護衛艦 甚至包含075在內 可能都可以對這些船艦進行所謂的飽和攻擊 所以這樣的一個戰略威懾的目標 目的非常的明確 所以等於MQ-4C跟B1B聯合出動 未來也有可能是美軍下一階段 在南海對解放軍進行嚇阻的一個行動模式 所以回過頭來說 美軍的無人機的性能 中國解放軍遠遠還追不上 追不上也就算了 解放軍的無人機 這幾年其實在國際市場上大行其道 因為美軍過去因為MTCR 這種飛彈科技管制體 300公里以上 這種無人機是不對外出售的 所以先前談到說 為什麼出售台灣MQ-9 是一個創舉是一個突破 因為過去因為這樣限制 所以這個中國的包含彩虹飾行 或者翼龍二行 他在國際市場上賣得很好 所以很多國家都跟這個中國採購 這兩型的無人機 結果沒想到這兩型的無人機 近期在國際的一個戰亂區 紛爭中紛紛被擊落 那特別是這兩天又有一架彩虹飾行 那他這個在這一個 他是沙烏地阿羅伯採購的 然後結果被這個夜門的 這個胡塞的叛軍 結果直接用所謂的RPG中 低空的一個導彈 直接把它擊落 那也就是說這樣的彩虹飾行 其實真正在戰場上面驗證之後 發現它的性能 完全不符合這些國家的需求 那為什麼會 這個解放軍的無人機的性能 會這麼差 頻頻被擊落 基本上中共官媒內部 曾經也偷漏也分析過 因為最重要的是像這種彩虹飾行 其實他飛的高度 不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美軍的MQ-4C 可以飛到五萬六萬英尺 他大概最多極限 就是兩萬尺的高空 那同時他雖然可以掛載 四枚空對地的一個導彈 但是因為他導彈射程太短了 他導彈只能飛八公里 所以他每次要去攻擊地面目標的時候 他只好把他的飛機的高度降低 降低到在他射程之內 那飛機 無人機高度一降低 人家的防空飛彈 都不用這種中高空的防空飛彈 直接用低空飛彈 像我們台灣的赤真飛彈 都可以把它直接擊落 所以頻頻被擊落的情況之下 甚至他出售給阿爾及利亞 連這個作戰都還沒有作戰 只是升空就連掉了三架 所以翼龍2跟彩虹4 現在在國際上 其實名聲非常差 已經沒有人要買了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你看就算解放軍 現在要跟美軍 在這個印太區塊 進行無人機的作戰 基本上來講 他的性能還是遠遠落後於他 那當然無人機可能是未來下一個階段 美中在這個戰場上面的一個角力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但是台灣的內部其實近期也被發現說 我們的政府部門 後來有監委去這個調查發現說 居然有高達七成 所有這個政府部門採購的無人機全部都是中國製 而且有高達726架 所以監委昨天到行政院視察的時候 後來行政院已經下令要求說 在明年底之前一定要全數太除 因為我們覺得這本來早該做的事情 因為你看到美國2018年 美國國防授權法NDA就已經開始下令禁止美國所有的部門 嚴禁採購中國製的無人機 那更何況台灣自己本身其實我們的無人機的一個 就是這種商用無人機或民用無人機的這個研發能量 其實是非常強的 你當然我們連國艦或國機都國造了 你這種無人機其實政府部門如果只是單純在用 所謂的這種這個地理匯測啊 或者是空中的一個自己內部的一個氣象或各方面的使用 這種民用型的其實早該跟自己台灣採購 限制中國製的無人機 所以整體上來講我們看到下一階段其實只有兩個大的方向 第一個就是美中看起來 因為現在離明年1月20其實短短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美軍其實對於台海跟南海的相關的軍事的一個監控的行動 並沒有緩和或放鬆 也就是說這樣的一個整個一個大的一個方向 不管明年美國政府的交接過程 如何的一個是是否會出現一些狀況或問題穩不穩定 美軍的一個這樣一個常態性的一個對台海南海的監控 一定會持續下去 第二個就是說未來的整個美軍在印太地區的一個部署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大的趨勢 就是無人機無人艦會慢慢的成為一個未來重要的一個主軸 好那彭校大哥現在看起來2020年 美中關係有截然不同的改變 那整個2021年可能充滿更大的變數 大家站在台灣的立場 老是覺得說解放軍在恐嚇我們 老是覺得說這個中共的飛機在騷擾我們 但是呢如果你站在大陸的立場 剛才我們前面幾位都說到 美國是怎麼樣抵近偵察 怎麼樣子不管是無人機也好 不管是它的B1的轟炸機也好 甚至於它的軍艦也好 真的是對中國來講造成多麼大的這種的威懾 所以這個前面也提到說 中共解放軍過去的它總参的一個中校 一個海軍中校姚晨 他說這個是美國的唯位救兆 好像說藉著在南海施加壓力 使得台海的危機能夠減緩 當然唯位救兆看的是哪一個地方是真正失火的地方 你站在中共的立場來講 坦白講最遠燃眉之極是什麼 燃眉之極是南海啊 對不對 因為南海的問題它一點辦法都沒有 一方面距離太遠了 第二個美國的那種解決島礁的 現在的看得到的這些武力海空武力 都是它沒有辦法去克服 沒有辦法去應付的 所以說換個角度看唯位救兆是什麼 是中共在唯位救兆 它為了要緩解它南海的壓力 它希望說藉著在台海增加壓力 然後讓美國或者日本的這個視野 能夠轉移到台海來 認為說壓力在台海 然後希望說南海的危機能夠混過去 但是呢我們發現說事實上沒錯 對於台海的問題美國固然很重視 更為重視的是我們的民邦日本 看到沒有自從拜登上台以後 固然我們很在乎 大家紛紛在猜拜登後面路會怎麼走 但是正式表態的是誰 正式表態的是日本 除了日本首相這個馬上跟拜登聯絡 說到底你對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你對這個日本周邊有事 這個態度是什麼 第二個前不久日本的防衛副相 中山泰秀 他前不久跟申喜郎曾經來過台灣了 這一位年輕的副相他就公開講了 他說台灣啊是一個紅線 這個拜登應該要很明確的表態 你到底對台灣的態度是什麼 為什麼日本這麼的擔心呢 再前不久你看小麗媛 日本的一個媒體的工作者 一個也算是一個學者 他為什麼提東沙的問題 表示說東沙也好 台灣也好 台海也好 巴士海峽也好 緊緊的扣住了日本韓國的生命線 今天拜登上台以後 也許做法會跟川普會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說我們拿著火鍋來比喻好了 川普是川式麻辣鍋 每一次給我們很多的味覺嗅覺的驚喜 這個但是吃下去以後 有的時候腸胃不大好消化 因為怎麼樣 因為真正的會面對中共的壓力的 還是台灣嘛 那麼到了拜登是什麼樣呢 我覺得拜登有點像日本的瞎不瞎不啊 看起來很溫和 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 有人形容說 這個現有可能接任這個國務卿的布林肯 他說布林肯是一個很gentleman的人 他就像是一個戴著私容手套的鐵拳 所以說不要以為說這個拜登就一定會軟化 只是說做法不同 所以說你看為什麼拜登講說 主要敵人是俄羅斯 他是講給歐洲的朋友聽的 歐洲朋友聽了以後 好 那我們大家還是這樣 所以中國的問題 我也把它認為說 這是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倒數三天要跨年 北京直接下令要暫停元旦跟春節的活動 而且這一輪的霸王級寒流 不只會籠罩整個中國大陸 事實上對於台灣的溫度 也可能創夏年度的新低 所以是從同一時間疫情再度惡化 而且變種病毒在全球流章 沒錯 事實上現在全世界都非常擔心 這個英國的這個新的變種病毒 因為它的這個感染力 就過去增加70% 而且它很容易變成這個重症病患 特別是針對兒童的這個攻擊 那如果以這個目前的情形來講的話 比如說以歐洲 歐洲現在各國都是受它所苦 那甚至連這個所在地的英國 英國最近一週新增的病例是4.1萬人 那有357例死亡 那也就是說呢 也就是每 這是大概是英國最近新增的這個人數呢 確診人數的超過4萬 一天超過4萬的一天 那除了這個之外 因為這個目前在英國的這個境內 接受這個這個武肺治療的一人數大概是2.4萬左右 2.04萬左右 那已經超過了這個4月份的最高點 甚至包括說像威爾斯 或說蘇格蘭的官員就說 現在我們的這個病房的壓力已經相當相當的大 那除了這個英國之外 我們看到說其實以日韓來說 也都是受到這個各種的壓力 像日本已經宣布從28號到明年的1月底 都是要進行一個鎖國的狀況嘛 包括說像根據這個日本的這個 後生省他們的公佈 就是說目前感染新冠這個所謂變種病毒呢 在日本境內有15例左右 那除了因為這個 我剛才講它的感染力更強 所以菅義偉已經說到 就是說我們現在必須要用所謂防止入境的方式 來因應這個疫情 同時我們知道其實 從這個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面來講的話 日本的這個消費旺季大概是兩個 一個是他們的這個黃金週假期 另外一個就是年底的這個旺季 結果今年的旺季沒辦法去進行這個 包括說很多人要回鄉沒辦法回鄉 他甚至還要求說 大家能夠安靜的過年 然後能夠在家裡面待著 然後能配合防疫 所以你就知道說對日本的經濟 當然會產生一定的衝擊 那除了日本之外 韓國也是一樣 韓國現在他們也是已經針對這個 倫敦希斯洛機場來的呢 他們都進行一個不能不讓你進來的這個狀況 那包括說像他們前一陣子有從英國進來的 有一個三一家三口 或者有一家四口 目前都有一些人這個 他們還在檢驗之中 到底是不是變種病毒 還在這個測試之中 好那除了日韓之外 還有中國大陸 事實上中國目前的這個疫情 也是開始往上拉伸 我們真的講到說 包括大連當地已經進入所謂暫時狀態之外 現在連北京都是這樣 北京在最近包括順義區 包括這幾個地區 他們都宣布說 禁止進入這個所謂暫時狀態 同時要求大型的活動也都進行暫停的情形 所以你要其實以目前的整個 包括說像整個歐美 或是整個日韓 或是整個中國的疫情都在大爆發中 這個新一波的這個新冠的這個病毒的這個來勢洶洶 我覺得台灣其實我們要多加注意 好我請教一下洪富院長 怎麼觀察這一輪的疫情的全面惡化 那寒流再來氣溫再降的話 可能又會加重整個疫情 好我想這個SARS-CoV-2這個病毒 從年初以來 事實上它就不斷在變異的過程 並不是說最近才開始在變異 因為我們都知道 它是一個RNA的病毒 而且它有2萬多個氨基酸的排列 所以很容易就是會產生變異的一個情況 那這一次這個SARS 這個變異為什麼會受到重視 我想主要原因是這樣 因為這個病毒事實上在9月的時候 是在英國 先發現這個病毒的這個變異株的出現 那這個病毒的變異株呢 它是一個 它把它命名為叫B.1.1.7 這樣的一個病毒的變異株 那這個病毒的變異株呢 9到12月呢 我們發現有28%的人感染新冠病毒 是被這個變異的病毒株所感染 但是到12月呢 突然這個比例拉升到62% 換言之呢 這個這個新的變異株呢 它大量的就是說在被感染的人身上 有6成2的人都是被這個 這型的這個SARS-CoV-2所感染到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大家會問說為什麼這個SARS-CoV-2的這個變種病毒 它會來勢洶洶 我想主要原因是這樣子 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說病毒其實跟我們人類是在互相都要求生存的過程 我常常會講 人類要生存 病毒也要生存 但是病毒它生存的方式就是 它會去變異 去設法讓它更容易怎麼樣 侵犯到我們人體裡面 去侵犯我們去複製更多的病毒 讓它的傳播效果更好 好 所以現在英國的這個變種病毒 就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個是病毒進化後的結果 好 那這病毒進化到這樣一個程度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現象就是說 在變異的過程之中 這次變異的點在哪裡 剛好呢 這次他們發現到這個變異的病毒點 就在那個 極蛋白就是S protein上面 那這個極蛋白的變異 讓這個病毒更容易進入到我們人體 進入到人體呢 去複製它的這個病毒 然後呢 速度變快了 譬如說以前可能是 我舉例 這是一個舉例 可能兩分鐘侵入到我們細胞裡面去複製 現在可能一分鐘就可以進去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它進去以後 它複製的速度變快以後 它的病毒量就會提高 它的病毒量提高以後 當然它傳播的效果就會變好 還有這個SARS-CoV-2 真的比它的這個 就是它的前一個老大哥 聰明很多 怎麼說呢 因為它呢 它侵入到我們人體 開始複製病毒的時候 它沒有任何症狀 所以呢 你的病毒開始在身體 一直複製複製 你都不知道 完了 這次就是我們人類要跟它對抗 為什麼越來越critical的原因 也在這邊 等到它 這一直在傳播的過程中 發現發病了 它已經散播一段時間了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的外在環境 就會面臨這樣一個變種病毒的 這麼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看到全世界幾個主要國家 這一波的疫情 其實都比今年三月份還要惡劣 以日本來講 它的確診 它的案例 它的高峰 其實都遠高於前一波 對你看大家看我這個圖 這邊右邊是日本 左邊是英國 你看日本在六月份的時候 一天確診 也不過有時候才四十個人 全日本才四十四十五 但是你看到它十二月整個波就拉上來 到多少 一天超過快四千個人 這個跟股票市場一樣 一波比一波還高 一波比一波 對 搞不好明年二月 我再跟你討論這個資料 又比現在高 所以這個就是外在的環境 已經有開始在改變 你看日本在秋冬這段時間 整個拉升上 那你看英國也是 它在六七月份的時候 一天才七百多個人確診 你看它現在 一天曾經在十二月二十八號 突破四萬一千人 好 所以這就是我在講說 這個病毒在跟我們人類 戰爭的一個過程之中 現在它逮到一個機會 第一個它病毒開始變異 第二個 它又利用現在秋冬時間 就是說 因為我們之前也講過很多遍 溫度一下降 有利於病毒的存活時間 跟散播 好 所以它逮到了這兩個機會以後 它就更容易去把這個病毒 散播到全世界裡面去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次的 這個英國包機 這個是它回來以後 昨天回來 有七九二、七九三、七九四 三個確診 但這三個確診裡面 觀眾朋友一定要看清楚 七九二它是一個十歲的小朋友 這個七九二這個案例呢 它是在機場的時候呢 還沒有發燒 都是驗三十六度多 但是它在飛機上就發病了 所以一回到我們台灣 篩檢站一驗 發燒三十九度 然後呢 去測 它不但確診 而且它的CT值有十五多 表示它正在發病當中 好 相對的另外兩個 七九三跟七九四呢 雖然它也被驗出確診 可是它的病毒含量 相對就是在比較低的一個量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這整個疫情 為什麼我常講 指揮中心是要 疫情要滾動 去修正 就是說我們要看國外的疫情 對不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要看台灣本土的狀況 我們本土的疫情 有沒有什麼變化 比如前一陣子 我們以前有本土 現在沒有本土嘛 這也不一樣 第三個 指揮中心每天要讀很多書 看看國外的 有沒有新的paper出來 去介紹這個病毒 有什麼樣的變化 第四個 他們要開專家會議 所以我們是根據這四個information 綜合以後去做出一些判斷 像我們最近就做兩個 兩個新的措施 第一個措施是什麼 好 英國入境的人 不但要14加7 而且我是集中檢疫 那這樣集中檢疫確保 這個每一個人都把他守好 不會讓他亂跑 這是第一個重點 那14天以後 還要再驗 有沒有被確診 那第二個措施是什麼 我們上星期 我在節目 不是有呼籲指揮中心 針對機組員的檢疫的措施 要趕快去討論 趕快去把那個破口補起來 好 那這兩天他們也宣布了 你知道嗎 他現在宣布說 機組員現在要7天的檢疫 7天檢疫完了以後 要轉自主健康管理之前 要再驗一次 PCR有沒有確診才能夠轉 所以我想這就是我常在 這個節目上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防疫經濟生活 防疫經濟生活 三個要找一個平衡點 採取有效的措施 來阻絕這個病毒 進入到我們的社區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 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先聊的是 倒數三天要跨年 但是迎接跨年的是一個 北半球的超級霸王級寒流 所以這個寒流很有可能 帶來西一輪的病毒的惡化 可是同時全球資本市場 全球央行都在放錢 所以資本市場的熱錢 跟金融行情還在搶搶棍 那寒流是天氣 搶搶棍的是金融的股會式 請教一下智昌大哥 今天早上台幣很強 看到28.09了 然後同時台股今天早上 又看到波段新高數字 對 我想台股的這個新高 跟這個股會式的這個強勢 兩個在年底演出 相當的這個強延 而且現在目前新台幣兌換 每年的這個匯價 幾乎已經快衝到這個 27點多 所以說根據所有的 這個外資投影的預測 到明年的時候 台幣的這個range 大概會落在這個27.5 跟28.5之間 那目前我們從台幣的 這個升值跟台股的指數呢 呈現一個正相關的那個觀念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到台股的結構呢 然後尾盤央行又硬拉 對 所以說你看那個後面都是收紅的 為什麼呢 尾盤的時候就是要硬拉 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硬拉 那我們來預估呢 明年的這個股價結構的一個走勢 第一個就是現在中美 歐三個這個經濟體呢 都在制裁這個繁榮動畫 對 比如說螞蟻金湖 跟這個阿里巴巴的這個馬英 馬英最近又二度被噎嘴談了 可見美國 歐盟跟這個中國大陸方面 對於這個沒有辦法控制的這種 遊戲的這個規則呢 很害怕 因為科技呢已經侵蝕到這個 人類的這個實體經濟 而且它的遊戲規則呢 跟一般的這個規則是不一樣的 是大者恆大 而且是通知的 所以我們預料呢 明年的這個尖牙股的股票 會收到一些壓抑 那會這個 你看到前十大總市值的這些 像Amazon啊 像Facebook這些的話呢 因為繁榮動畫會壓下去 那第二個我們來看這個 半導體的這個音域 那最近有傳出來 那個林光剛一開始的時候 就介紹到這個埃及的 我們叫A級的兩奈米 或者是一奈米以下的這個制程呢 要在那個橋頭 這種制程現在只看到台積電敢壓 這種超級制程喔 因為是很大的資本規模的投資 而且是要有全方位的基礎 才有可能壓 這個難怪喔 那個橋頭的房地產聽說 有一家最大的鋼鐵公司 推出一品十幾萬 馬上一天就光了 就是這樣一個味道 那這個超級或者埃及的一奈米 或者兩奈米的話 他的資本支出一定很高 所以劉德英說我們還在規劃 我們還在看等等 那有關三奈米的部分呢 可能回到這個新竹 因為他旁邊還有一塊地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呢 在這個A級的這個部分呢 目前還是在計畫當中 那我們來看整個業績 台灣的這個外銷訂單表現的 這個狀況已經跑到五百七十幾億的 那個外銷訂單 那就可見說為什麼 行業內股會漲 因為後面他要印很多商品啊 而且貨櫃基本上是不夠的 所以說你不管說是這個 沿陽線或近陽線的萬孩 都股票都在漲 而且呢 滾動量太大了 像今天的這個極檔股票 有的五十七萬張 八十幾萬張 二十幾萬張 而且呢融資以而呢 是大幅的這個增加 那這個的話呢 怎麼樣去解釋呢 這個我不認為是 是那個法輪投資機構呢 他們在這個holding的 那一般來講呢 就是因為你資金呢 沒有利率 這次信用管制不動到利率 所以你認為是熱錢嘛 對 我在美國的市場上面 也看到今年很多散戶熱錢 在壓特斯拉 甚至壓到特斯拉的齊權股權 對 因為這個是熱錢嘛 因為你的那個利率低嘛 那雖然說我們融資的那個利率 稍微比較高一點 那基本上 你外面的那個利率很低啊 所以說你就用紫色型房貸啊 各種方面來借 然後來買 那他不怕的是說 零線指標 你看零線指標跟同時指標 同時指標就是 confirm那個零線指標的trend 那目前是往上仰 仰到了30分 快要到黃熱 黃熱就是說 哎 景氣有點過熱 黃紅啦 景氣有點過熱的 這個狀況出現了 那對策訊號呢 也是到了一個這個 你要有一點點壓抑的 那個訊號呢 也已經出現了 所以這樣一個狀況呢 代表全面性的這個景氣呢 在明年的時候呢 它的trend 它是往上的 那我們就來看最冷門的生計 那個類股好了 你看這個生計類股 這個是除了輝瑞之外 美國另外一家叫做 Cartenland的一個製造公司 它的股價呢 也在上仰 因為呢輝瑞是不夠的 只有兩億劑嘛 那其他的這個 幾千億劑都還要仰賴這個Cartenland 另外呢投資人比較冷 比較感到冷的是那個金融類股 其實金融類股呢 央行認為 已經認為 它的那個實體的經濟呢 已經低了 那整個這個資產價格的 這個開始有一點透過 有一點往上 就資產價格泡沫化 泡沫化到 我個人覺得還沒有 因為目前漲的股票 你跟他看的話 都是基本面 而且呢都是因為訂單的關係 都是因為這個 鋼的報價上仰的這個關係 等等 都是因為家公司的 需求的這個關係 那剛剛林幻所說的泡沫化 可能到明年 在熱一陣子之後呢 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那央行呢 為了要抵擋這個 美元的這個升值呢 最近呢做了一些措施 第一個就說 你可以做那個Start or not 以前是不能做的 你現在做 你就說你回來的美元 你也不用急著換回台幣 你就在那邊亂 因為有很多 買投資性保断的時候 一直問說 美元到底是 現在是便宜還是貴 能不能買進一些美元 明年也可以叫 所以這樣一個看法來看的話呢 剛好從現在開始 到明年的這個第一季 央行正在進行這個壓力測試 可是呢 它的那個壓力測試的條件呢 也未免太跟現實不符合了 他認為說 如果說Covid-19惡化的話 那個失業率是多少 然後整個這個社會的這個成長率會掉到多少 但是很明顯的啊 大家都預估明年的這個GDP的這個growth 是3.5到4.1嘛 最高都到已經4了 所以這樣一個狀況 我認為金融類股可能在明年的這個2月底測試呢 在公布之前呢 就有一些利益 那同時呢 最近呢 也有兩家銀行 因為這個併購的關係呢 這個大家都很care 而且民意代表呢 也在提 這種併購呢 是不是有中資啦 或者是有這種 那我個人認為說 金融類的前景呢 不再併購 因為台灣呢 這個市場已經滿了 飽和了 飽和了 實在台灣呢 最重要的 我看國際 你看香港或者國際 就在投資銀行 就說他能夠操作股票 操作 尤其操作債券 美債 操作最好的那一家 這個監控公司呢 他的股價是最低 而且呢 他目前還低以進值 那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連最冷門的這個金融類股呢 都可以漲 那最後我就提到說 明年是一個 可能會要回扁的年 因為5到10年的 這個升值當中 你不可能說 一路從2016年 一直升升到這個 2221年 這個不太可能的啦 這中間會有一個回扁 會有一個 明年代替 我們投資者講說 均速復歸啦 那這樣一個狀況的話 對傳產類股 仿製類股 或者是外銷的這個塑膠 類股等等呢 它是有利的 所以說可能 比較長眼的眼光 應該要去注意它 而且不要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的話 賺不到錢 我發現 因為你如果說 你如果說這樣 跑來跑去的話 可能跑在這個30塊 可是人家36塊 就可能就高檔了 好 那王浩大哥 我們來看喔 今年因為各國央行的 紓困跟放錢喔 使得金融市場的熱錢 確實強強困 特別以昨天來講 川普簽了新的紓困方案 那1000之後 我們股市立刻大漲 所以這裡頭 是一個很奇妙的處境 一個處境是疫情再惡化 所以呢 當家的趕快再紓困 一紓困呢 輸到誰 輸到股票市場跟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先反映 那很弱勢的等待 嗷嗷逮捕的人 其實他可能手上 還沒拿到支票 而且那個紓困方案 拿到了支票的現金 事實上也不多 所以資金行情的熱錢 現在看起來確實是延燒 然後台灣處在一個 相對的特殊的處境 就是台灣的市場 由於台灣今年防疫 做得比較好 再來呢 各個資訊科技的製造跟營運 也處在一個正常的狀況 所以外銷訂單可以來 然後訂單下了之後 後續會有生產製造跟出貨 出貨就會有貨櫃 或者航運貨機的需求 所以台灣也處在一個 全球市場當中 相對基本面比較紮實的處境 你怎麼看 短期我自己覺得 全球股市的表現 確實跟疫情的惡化 有點脫鉤 那當然我理解 這個理論框架 是因為就像你說的 疫情越嚴重 中央銀行放水越多 獲得紓困案更容易過關 紓困案越多 更容易加碼 那麼也就是說 這個熱權越多 所以股市越多 但是畢竟有一段時間 還是要回到基本面 也就是說股市也要 某種程度上反映這個疫情 嚴重對經濟可能潛在的 長遠的影響 但是今年九月份到現在 這個股市完全沒有反應 九月份到現在 特別是秋天 這個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這個全世界的疫情 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可是股市天天漲 完全沒有反應 所以我覺得短期內全球股市 做一個比較大的技術調整的風險 是在上升的 因為理論上 這種狀況不應該 永遠一個方向走的 股市沒有這樣表現的 永遠是有 沒有天天都在過年 永遠是有調整的可能的 那麼這個疫情越嚴重的話 就越有調整的藉口 那但是這個行業的結構性的發展 我們這一年一直談到的 這個半導體行業 5G或者是這個AI 或者是電動車 所有這些長遠的結構性的行業發展 我覺得還是會繼續下去的 那這個結構的發展 當然台灣在整個這個 全球的產業鏈中的作用 是非常之大的 那這方面我覺得 應該還有比較長遠的發展機會 還有這個資本支出 應該還會繼續下去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